他讲不等人道歉 不等人道歉 我们一起读耶稣讲的 对饶恕那种声明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马可飞第十一章二十五集到二十六集来 一零二三 你们站在祷告的时候 若详细有人得罪你们 就让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 不饶恕你们的过坏 你们不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 不饶恕你们的过坏 所以你们这段经文相当有趣 原来我们的祷告跟饶恕 直接有关的 所以说你们 我们与人的关系 会直接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 你是否有看到这个很大的关联呢 耶稣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若详起 详起是一个关键词 在这个经文里面 这里不说有人得罪你 这里说有人得罪你 不是你得罪人 是你对对方先有感觉 你得罪我 不是别人先有感觉 是人得罪我们 我们几乎是忘不掉 何止还能够想起不了 如果有一个人得罪你 是别人家 一根耿耿意外 他还可以想起不了 每一次都想到他 讲起他 你就会想起了 神经说 在你的打道的时候 想起的时候 能得罪我们是别人的责任 可是我们不饶恕死啊 那就直接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 耶稣没有说当那个人得罪你向你道歉的时候 你要饶恕他 我们等着,好啊老师,你讲道歉我就饶恕你了 耶稣没有这样讲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人得罪,就当饶恕你 而你想起的那个得罪你的人的时候,你要饶恕他,以致天父也饶恕你 而你和天父之间的关系不受影响 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心向天父是关闭的 你知道吗?每一次你不饶恕啊,你不可能来到神的前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向神祷告,你是常态 当你不饶恕,你有不饶恕的心在你心里面呢 你对天父是祷告的 没有不饶恕,因为你的心是关闭的 一个肉心,如果时常不饶恕人,我们心就开始干闭 加以十字,这个肉心啊,巴作一心啊,也会变成实心就靠心 所以,不是天父不饶恕我们,不赐福于我们 我们带着一颗石头的心啊,如何领受天父的饶恕和福气呢? 所以,每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不要等别人来找我们 当我们想起的时候,当下我们就当饶恕对方 以致天父毫无拦阻地赐福我们,赐恩典给我们,以及饶恕我们